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赖财经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1月ISM服务业指数创4个月新高 物业和就业指数飙升 新订单也回暖 美国服务业今年开局良好 产出和需求增长加速 而价格压力明显降温 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抵消了制造业进一步低一米的表现 并正在推动整体产出的增长 与GDP增长2%的增速大致一致 由于1月份恶劣天气抑制了部分经济活动 2月份整体经济表现应该会进一步改善 最新 克里夫莱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通胀正在可持续且及时地回到2% 那么过早或过快的下调利率将是错误的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表示 最近的通胀数据出人意料的乐观 但美联储在应对物价上涨方面尚未完全做到这一点 随着市场接受鲍娃尔的反复警告 美联储将谨慎采取政策行动 令那些压住提前降息的人感到失望 股市上涨触及缓冲地带 好消息是 财报级迄今为止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 标普在指数中约三分之二的财报中 本季度美股收益平均高出6个百分点 是通常平均3%的两倍 70%的公司报告表现良好 高于63%的历史平均水平 迄今为止的盈利情况良好 不过这种增长是由利润推动的 大多数公司通过削减成本提高利润率 而收入数据仅略高于预期 财报发布以后 盈利和收入卫达华尔街预期的公司 第二天股价平均下跌4.3% 远高于2.4%的典型平均跌幅 公司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惩罚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 先来看被誉为美股水晶球的Pilentia 该软件公司在AI强劲需求的助攻下 第四季度业绩及2024年指引均超出市场预期 公布其首个年度利润 并宣传更多人工智能的进步以后 周二股价飙升 其美国商业收入同比增长70% 美国商业客户数量从143家客户增加到了221家 增长了55% Pilentia将其人工智能平台 设为其未来的关键催化剂 并发布了高于预期的全年营业利润指引 公司CEO在股东信中表示 我们的商业业务正在爆炸式的增长 他现在85%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业务上 并正在重建整个公司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 他预计Pilentia今年将为全美各地的潜在客户 举办大约2000次培训课程或者是训练营 较去年的数量增加一倍 国家来看波动极大 上季度财报后单日暴涨20% 随后数日再涨15% 一时分头十足 但随后反而归于成绩 逐波下跌 不过该公司是AI热门股 在整个电话会议中 公司的人工智能平台被提及近50次 Pilentia的破纪录成功表明了人工智能革命已经到来 这是其预计2024年美国商业收入增长近40%的一个关键原因 不过该股的估值已经被高估了 部分交易已经超出了基本面的支撑 从技术角度来看 Pilentia表现出强劲的石头 正接近超买区域 很可能会出现技术回调 虽然Pilentia是一家出色的公司 拥有真正创新且功能强大的软件 但是对于一家高估值的公司来说 其收入增长率仅为20% 而在2020年 收入增长率曾高达47% 2021年为41% 2022年是23% 凭借人工智能需求的强劲 他们可以在2024年重新加速增长 但是即便如此 也仅能大致恢复过去增速的一半 或者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增长会足够强劲来证明估值的合理性 再来说一下之前让投资者最头疼的事情 也就是股票薪酬的规模 2024财年为4.76亿美元 而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为7.12亿美元 其中67%作为股票薪酬支出 管理层的过于慷慨 导致美股收益变弱 2024年股票数量增加了7% 这表明管理层还是以西式股东为代价来充实自己 当然 Palantir依赖高技能员工来产生和维持其引人注目的价值主张 它使员工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管理层会忽略这一点 高进利润率是健康成长公司的一个特征 如果希望Palantir的股价费得更高 就应该大大减少这种超额费用和稀释 好消息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稀释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华尔街分析师对该股的看法也是相当的混乱 买入 石油 卖出的人数基本相同 给出的评价是 股票价格昂贵 但做空非常危险 一旦标准普尔最终态度软化 让Palantir进入标普尔指数 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催化剂 我们正处于软件人工智能浪潮的开端 炒作是每个新技术生命周期的第一部分 Palantir已经给出了货币化的迹象 该股或许会走得更远 2024年开年 美股的投资风向似乎发生了变化 市场对于药物的兴趣 似乎超过了对新能源车 生物医药异象是刚需中的刚需 也是投资市场永远的话题 由于投资者对收益增长放缓的担忧 减肥药物创新公司 已经取代了电动汽车制造商 成为2024年必买股票之一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李莱公司 李莱公布了强劲的2023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 并提供了2024年指导 营收大幅上涨的背后 是新产品销量同比大涨28%所致 过去一年 李莱的股价飙升了80%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医疗保健公司 而助理李莱超越特斯拉的工程就是减肥药 我们曾经说过 2023年 诺和诺德的减肥药斯美格鲁泰的大卖 带动股价一飞冲天 而财报显示 李莱最新减肥药提尔伯泰 全年销售额达到了53.39亿美元 事实上 不管这些减肥药的商品名叫什么 其核心都离不开同一类化学物质 GOPE 现在很多减肥药的商品名千奇百怪 其实都是GOPE的衍生品 GOPE-2A具有降糖减重的作用 这是它一切药效的根源 而且降糖和减重是这个药的一体两面 减肥药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 首先 心血管病是人类死亡的首额原因 超过了癌症 而心血管病大部分是源自于肥胖 由于人类无法克制自己对高热量 高盐 高油 高糖食物的热爱 同时压力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要素 压力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和糖尿病等等 所以降糖减肥药物将会成为医疗业的重要门类 也是推升相关医药公司股票的根本原因 李莱与诺侯诺德两家公司都授予于各自的减肥新药 这个减肥药市场呈现出了三大特点 一个是受众广 市场空间巨大 二是有成瘾性 不使用之后会造成一定的反弹 三是利润率高 另外 贴尔伯泰还被开发治疗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 慢性肾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等疾病 前者处于临床三期阶段 后两者则处于临床二期 诺赫诺德的斯美格鲁泰 对于慢性肾病和二子海默症的治疗 也处于临床三期阶段 这是GLP1类药物 除了酱糖减重之外 又一些可能开拓的巨大市场 根据机构的最新报告 里来的GLP药物 有望在2024年主导减肥市场 价格方面 斯美格鲁泰在美定价为 每月1350美元 天尔伯泰则为每月1060美元 大概便宜20% 但是里来在2023年面临产能受限的局面 正在积极计划扩产 增加2024年的供应 再来看一下风险 首先 这类药物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有许多副作用需要考虑 并不是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 对于每个人的治疗效果 也是各不相同 对有健康风险的人特别有影响 里来公司警告人们 不要滥用这些药物进行美容减肥 如果人们抄说明书使用 很可能会导致不利的健康影响 给公司带来法律责任 以及生育的损害 第二个风险是来自于竞争 减肥行业的高度竞争性质 带来了市场份额的风险 其他大厂也正在积极进行 同类减肥药的研发 据沙里门数据 预计 2025年全球GLPE市场 规模将达到283亿美元 2023年以来 罗氏 阿斯利康 辉瑞等药企 丰丰加码GLPE赛道 一直没有布局的墨沙东 在上个月也表达了 对GLPE药物的兴趣 但我个人认为 随着每种产品变得更好 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减肥酱糖药物 那么市场规模将不断地扩大 并将推动每家公司的发展 最后 由于后续药物进一步开发 依赖FDA的批准 里来公司很容易受到监管变化 和药物批准过程中 潜在挫折的影响 FDA的任何延误或拒绝 都可能影响公司的收入来源 和增长前景 估值方面 回顾过去 里来的股价取得了重大增长 有一条良好的上升趋势线 动力还在继续 从技术上讲 它也是一只稳健的股票 逢低买入者愿意捍卫 接近50周移动平均线的大幅回调 从而巩固了其上涨趋势 但是 如此高的市盈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而且市销率是行业中位数的四倍 看多者可能会认为 里来公司良好的业绩记录 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以及强劲的研发工作 可以减轻这些风险 里来公司的估值可能会飙升到1万亿美元 但是从数据来看 2023全年的营收和利润 还无法和当年同样爆款的辉瑞疫苗相比 继续上涨需要额外的动力 也就是FDA的一个又一个批准 而且竞争对手还无法取得等量突破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本次财报季 投资者已经非常看好一些大盘股 因此跑赢大盘的门槛更高 公司需要提供额外的利好 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推动国家上涨 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